南投巧克力咖啡节在今天举办千人烘豆活动 南投县长徐淑华跟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到场同乐一起烘豆 活动除了有市集演唱会还有无人机烟火秀 徐淑华表示统计到今天为止参加的人数已经超过30万人 戴起白色手套南投县长徐淑华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一起体验烘豆乐趣 现在看超过650种的香味会在里面哦 眼神专注就怕咖啡豆不小心烤过头 这一来一回间也让现场飘散着浓郁咖啡香 还有不少小朋友也当起小小烘豆师 去年是本来有来就是想要参加 结果我报名都已经额满了 然后进来赶快来报名看看这样 觉得就是很新鲜对 虽然手有点酸对但是还蛮好玩的 知乎新鲜好玩千人烘豆活动不止飘香 烘好的豆子还可以带回家 现场民众都完烘了 一开始开放报名的时候马上就是秒杀了 今天为止呢已经正式超越30万了 所有的产值加起来已经有超过3亿的 这个比去年还要高 南投巧克力咖啡节迈入第四届 今年从8到16号在普里福新温泉区盛大举办 不只有市集演唱会 晚上还有无人机烟火秀 精彩活动 连带促进 观光经济 解针如成 南投报导